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十微鮮台南牛肉湯 昨天這家店有上Google的平面新聞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說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台南味的店家 用餐的環境很寬敞 餐點非常多樣 生意蠻不錯的 我就點這個小份的火燒蝦炒飯 蝦子已經倒進去了 所以在台北市連結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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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现在就好了 小份的还蛮大盘的 还有高丽菜葱花蛋 還有蝦仁 它炒的有剝鞋 滿香的 它這個蝦仁嚼起來是滿有香味的喔 好吃,而且會有這個蝦子鮮甜 個人覺得好吃 個人覺得好吃 我覺得蠻讚的喔 蠻折的來吃吃看 那分數我覺得是滿分 店家還蠻客氣的 嗯,好吃 好,真的很棒喔 感覺是這個滿標準的台南味 那我再加點了一碗牛肉湯 好,牛肉看起來就很鮮嫩的感覺 嗯 哇,這牛肉片超讚的喔 很嫩 嗯,好吃 湯頭很清甜 嗯,嗯 那在台北也可以吃到這個 台南的味道 真的滿幸福的 就不用坐火車到台南就可以吃得到 嗯,嗯,嗯 讚 哦,不論是炒飯跟牛肉湯都很美味 哦 哦,不是牛肉湯牛肉要快點吃了 它才會嫩 那泡酒它就會過熟 嗯,嗯,嗯 嗯 哦,很棒喔 那我覺得也是滿分 嗯,好吃 好,炒飯配上牛肉湯 超讚的 好,就像我剛剛講的牛肉湯又先吃了 好,不然那牛肉會泡老了 嗯,讚喔 好,雖然菜單上這一份是200 看起來有點貴 但是吃起來覺得滿超值的喔 大盤,然後蝦子也很多 嗯 好,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看,每個湯匙每個湯匙都有蝦仁 所以,算滿超值的 嗯 好,滿滿的嚇人喔 獻點獻草 好,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好,這邊又寫 新鮮食材獻點獻肉 所以要耐心等待了 好,店裡放的這個好像是比較少見的 是 日本的經文 好,特別拍一下 好,那很認真的店家 那各位來就祝您用餐愉快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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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